东陵进步 北方人爱吃驴肉火锅 生切驴肉片 驴健心 乌驴上脑 也就是脖子肉 简单算个二三十秒 相当美味 你知道别看小小一杯驴奶 它的价格是九块九一杯 因为驴奶呢 它是最接近母乳的 淡淡的 微微甜 气温直直落 吃火锅暖暖身体 但许多大陆民众除了鸡猪牛羊 河北 山东 陕西 内蒙等北方省份 更爱吃驴子 滋补养生 小驴出生没多久就会走路 重达六七十斤 头好壮壮 但养殖户说 母驴一次生一胎 怀孕时间长达十二个月 平均育成率只有百分之七十 由于不好养 繁殖率偏低 市场价格逐年攀升 打架 这一块 控制不好 包括抢料 吃料这一块 对不对 都是容易掉胎的 从西汉时代开始就有吃驴肉的美食文化 尤其驴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多 低脂肪 营养价值高 另外驴皮熬制的鳄胶 药食同源更能补些补气 像是山东的广饶摇驴肉 色鲜味美 被列入清朝的御膳房菜单之一 山东人不只爱吃驴肉 驴肝肺 碎肉末还能包烧饼 山东疗程还拿驴肉包卷饼或变成大肉包 都是当地很受欢迎的早餐 我个人感觉是比那个猪肉包好吃很多的 冬天是进步旺季 激励近期的中药股活蹦乱跳 东二二胶三号盘中股价一度大涨7% 江中药业 宜领药业一度强盘5% 东令进步概念股也吞下大补丸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